报导 一曲上海滩清唱 展现真功夫 香港乐坛天后耶利宜 特别选在洛杉矶上海滩餐厅 表现她浑厚的爆发力 聚聚于闹凉的 为27号与28号 在温泉大赌场 一连两场的45周年 演唱会热身 除此之外 她更接受动森谈话性节目 奖量化的独家专访 透露上海滩这首歌 与她的歌唱人生 上海滩实在是太成功了 对我对顾佳辉 都定了一个框框 对对对 跳不出来 是 上海滩以后所有的歌 任何人写给我的 都有上海滩的名字 包括了顾佳辉自己的作品 对 不只聊音乐 记者会上 叶丽宜跟接下 许氏森业集团 精心准备的独家大礼 宣布未来将担任 2015与2016年的 产品代言人 因为她一直以来 就是喝许氏人生 来保养身体 至于粉丝最关心 未来会不会 继续唱下去 她也说出心里话 我个人的爱好 是比较调子 旋律比较重要的 所以hip hop 我不会太喜欢 不过有melody的 好像adelle的歌 我很接受 我觉得她那个 唱唱的感觉很好 不只天后喜欢洛杉矶 面对演唱会门票 几乎卖光光的好成绩 第五季国际娱乐公司 副总裁影挑更表示 回馈粉丝热情 也将提供免费巴士接送 这次大概出了十几台的巴士 就是有些年长的朋友们 他们到Pomerspoon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有提供免费的巴士 不只重现上海滩 迎接耶诞佳节 叶丽也透露 特别精心准备了许多 筷子人口的经典粤语歌 《笑傲江湖》 《浪子新生》 以及国语歌曲 《不了情》 《夜来相等》 再加上老大党 叶政堂一同助阵 要让各迷好好回回一番 多汇新闻 业勇志李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